今天就是摘下默奸的日子 哇 好 今天这部影片呢 主要就是来做一个闲聊的影片啦 回顾一下我们今天2022年的状况 来做一些见况的分享 和一些计划的回顾 那首先第一个要回复的就是 关于我们前一阵子 7月27号开始的这个 10万订阅的计划 那这个计划我其实真的是 满认真的想要重斥 想要跟大家就是 有一个一起把这个 YouTube频道经营起来的感觉 那我也觉得10万订阅的奖牌 真的是很帅 假设有办法在四个月内冲到 真的是很不错 所以说在影片的过程中啊 我也开了Discord的群组 然后也在每部影片 都有分享一下目前的进度 但是到今天为止 12月底的时候呢 我的订阅还是只有到6.6万的部分 就真的是非常的可惜耶 那我大概思考一下 我这个频道的瓶颈到底在哪里 然后想了很久 大家都会说 可能是因为你不露脸啊 或者是你戴着墨镜的关系 所以说今天开始为了 怎么讲 重视这个计划的重要性 以及 有点像是对于这次2022年没有冲到10万的一个 怎么讲 回复吧 就是一个回馈 我从这部影片开始之后 都不会再戴墨镜 所以今天就是摘下墨镜的日子 哇 有没有觉得很奇怪 我不确定跟你想象中的我 眼里到底有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 我也稍微讲一下 为什么我会想要戴墨镜来口罩 是因为其实我并不是一个专职的YouTuber 哇 这感觉是很乖 因为我通常都会看我旁边这些监控萤幕 或者是底下的这些小槽 那我现在必须直视这个镜头的部分 让我感觉到非常的奇妙 那因为我并不是一个专职的YouTuber 这些其实比较偏向是我的兴趣 或者是平常闲暇的休闲活动吧 所以说这件事情 我并不会想要让它影响到 我一般的私生活 或者是我在正职工作领域上的状况 所以一开始我是选择 只有用双手的部分 然后到后来呢 因为跟苹果爹那一次合作 我就开始戴墨镜和口罩 造成一个非常奇妙的现象 就是这人感觉就是不露脸这样 那这次10万订阅的计划 我有在一直在思考说 会不会是因为 因为跟大家观众的眼神接触啊 或者是因为我戴口罩的关系 导致说这个成长的幅度 真的是小非常多 所以说这一次 因为这个计划的失败 虽然说我之后还是会冲这个10万订阅 但是我就把我的墨镜拿下来 希望说 大家有感觉到说 我是非常重视这件事情 也并不是就是随便说说这样子 那我也是满希望说 不会影响到我的真实啊 但是因为一开始在做YouTube的时候 其实有一点好玩的成分在啦 那那时候其实我的家人 和我的朋友都不太知道 包含到现在为止 我的家人大部分来讲是都知道 但是我的一些比较亲近的好朋友们 其实大多数来讲都还是不知道 所以说 怎么讲 我是觉得满有趣啦 不知道哪一天真的是做到流量购的时候 他们会知道我就会 不用再跟他们讲这样 我觉得也满好玩的 所以说今天开始就是不会再看到戴墨镜我了 那唉 戴墨镜的旗舰 只有接过一次墨镜厂商的洽谈吧 也是满可惜的 唉可惜啊 不过这也是一个满特别的经验啦 那不知道说 会不会把墨镜摘下来之后 大家比较可以感觉到我的 整层的部分吧 那也因为摘下墨镜 我就比较没办法用我的眼神 去偷瞄一些小潮 我也希望说 藉由这样的部分 可以让我在讲稿上 或者在描述上 更加的自然一点 然后接着就是再来聊一下 我最近的频道的走向 2022年来讲 还是都以科技为主啊 那未来的2023年 2024年 应该都还是会以科技啊 开箱的评测方式去做进行 哇 它现在Sony的相机 终于可以抓到我的眼睛 去做对焦 这只满不错 我也满好奇 大家会觉得 拿相墨镜 我跟原本你想象的差很多吗 底下留言让我知道一下 反正接着 未来的频道走向 还是都会是以科技开箱为主 那在今年来讲 我也有做了一些厂 像是加入了三星电视的开箱 或者开箱一些扫地机器 和家电的部分 这都是我非常想做 我会希望它 我的频道是更像是与 开箱各式各样的产品 不论是可能是科技类 或者是家电类 那到未来甚至可能是旅馆 像今年我开箱了 马迪夫的住宿嘛 或者是之后美食的部分就是 东西都可以开箱这样 就不用局限在某个区域 不过目前来讲的话 还是会以科技为主啦 那科技的观众 毕竟就是比较小众一点 所以说频道成长真的是 比较艰难一点啦 我自己最近的几部流量 也都没有到非常好 不过就还是在找突破口的方式 那之后明年2023年的状况 我觉得也会是差不多的走势 但是我还是会像是 以可能拿掉墨镜啊 或者是以其他的方式 去做各式各样的调整 想办法让频道的影片是更吸引人 还有自己的独特性在 那接着的明年的方式 应该还是会是希望维持着 可能大家习惯的 三星的开箱都有啊 然后评测也都有 然后再搭配一些可能苹果的 然后再加上一些我的耳机的合作 去支撑住这整个频道的 经济状况的流量 所以说大概会是这样啊 就是一个 边走边试的状况 那Discord群的话 如果你还没加入的话 也非常推荐你可以加入一下 因为里面都会直接 跟我有这种交谈的部分 因为在上面打字 我都会看到 即使你没加入的话 你在底下影片留言 我也都是会仔细去看啊 基本上每则的留言 我都会看啊 高几率来讲可能99% 我都会帮你点个爱情 还按个赞这样 就是代表我看过 还会尽量找时间去做回复 所以说我还是满希望 跟大家多一点互动啊 那今天这部影片开始 2022年的年末的最后一部影片 我就把我的墨镜栽下来 那希望给一个 2023年一个很好的开始 那影片最后 我也想跟一些怎么讲 也想回顾一下我2022年 比较遗憾的部分啊 就是我有一些是想开箱到 但是没有开箱到 像是我满想要玩玩看 像华硕的那个G14的笔电 或者是它的RG Phone 6D Ultimate 这两个都是我满想玩玩看的 然后再来就是小米的12S Ultra 这台相机 之前历年来讲两三年了吧 我都有一支开箱小米的Ultra的手机 不过今年真的是比较忙的情况下 然后也做了一些调整 像是我想象的时候 可能是想要开箱扫地机器人和电视吧 那我加上我自己有去蜜月的关系 所以说 比较没有时间去塞得下 那个小米手机的部分 就比较稍微可惜了一点点 那也会希望说明年 可以继续延续这个部分吧 然后再来比较可惜的部分是Pixel吧 Pixel这件事情真的是满可惜的 我一直觉得 我是有机会拿到 先拿到Pixel手机的那个名单内 不过不知道为什么就一直没有 那今年的Pixel也没有到 非常诱人 但是我对Google还是有一份 就是怎么讲 情感在 毕竟从早期的Pixel手机开始 到现在 我都是还满期待说他们在 手机的领域上 Android这个领域上 有打出一个满不错的成绩啦 所以说今年 不过今年真的实验上的关系 我也是就没有自己再去购买啦 好啦 这差不多就是今天的影片啦 哇这个露脸真的 这个不算露脸 摘掉墨镜这件事情真的是 满特别啦 那我也不确定说 这样的方式大家会不会喜欢 但是我自己是还满喜欢啦 好那我们就祝大家新年快乐 2022年继续成长 那我还是会继续我的10万订阅计划 如果你对频道的走向 或者是影片的呈现方式 觉得哪边让你感觉到太业配 或者哪边觉得你 听不下去想跳掉 都可以欢迎在底下留言 那也欢迎到我的Discord来玩玩 Discord圈里面还是蛮多人的 也都蛮有趣的 那我们就下一部影片再见啦 Ciao Ciao Bye Bye